北市喊出未來不排除軟性封城 那指揮中心這邊是同意的嗎 中央有類似遇到疫情嚴重到什麼程度 可能會啟動更嚴的防疫措施 第二個問題是有醫師認為目前防疫很可惜 推動防疫新生活的時機點認為太早了一點 應該再等一下 指揮中心怎麼看 謝謝 第一個在這個 軟封城 柯瑟爾他的想法 不過這幾天他在議會或是在其他單位 講的有一點模糊 我想這個題目算是 應該是一個蠻嚴肅的 一個題目 提到這封城就會影響到所有的人 所以也許他們這邊能夠提出更清楚的 一個想法 那大家再來做評估跟討論 那你剛才問我這個問題 我有看到你們的問題 我就覺得防疫新生活開始是 前年 是前年的6月 從5月開始宣導 開始進行防疫新生活 那如果那時候不要防疫新生活 難道那時候都要 三級警戒到今天嗎 所以這個防疫新生活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是大概前年的5、6月的時候 很快就跟他說